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 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 是在2022年1月1日正式申後的 我們收到一些周邊商戶的反應 他們對於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 出台之後的內容是不清晰的 我們也知道 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 其實在這段時間做了很多的宣傳 他們也行到3,300多間的商店 但其實澳門的經營者是有2萬多間的 可能覆蓋的範圍還未達到很廣泛 所以很多商戶對這套法律還不清晰 所以很多的標示到現在都未完善到 同時也有些商戶表示自己的商品非常多 在短期內他們可能完成不到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要求 我們也希望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在執法的過程中 其實是多以勸喻或者是幫他們解決問題 也都希望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在接著這段期間 可以加強宣傳 特別是可以將宣傳的資訊 去到每一個商戶的經營者手中 特別以短訊、電郵等方式 同時都可以加強電視上、保障上 或者是傳單的方式去到派到的各個商戶 看到了你們的新商戶 所以我們是一個商戶 在各種商戶的網絡 各種商戶所供應 我們直接會用來看